今天故事的主角是来自印度加尔各达的31岁女子 是一名想要拼命当上医生 让全家人过好日子的实习医生 由于印度法律禁止曝光身份 我们顾且称她为A女吧 家人告诉BBC A女是在家中的独生女 在一家医院的胸腔科实习 8月9日当天 在结束36小时轮班之后 她就去研讨室休息 为什么是睡研讨室 而不是去医生的休息室呢 等一下就会解释 在这之前她还打电话叮咛母亲 叫爸爸记得要吃药 没想到在隔天 她的遗体就在研讨室被人发现 衣衫不整 身上多处受伤 消息曝光之后 瞬间勾起了印度人 对2012年德里公车轮报案的伤心回忆 当时的受害者是医学院的学生 在公车上遭到6名男子性侵殴打 伤重不治 这案件引发全球关注印度的性侵问题 其中4名施暴者被处以绞刑 很多人忍不住要问 怎么又来了 除了这一次事件 我们也想来看看 12年过去了 这段期间印度做了什么 有效吗 大家好我是范淇飞 欢迎收看范淇飞的特别看世界 这起事件发生在印度东部大城加尔各达的RG Car 医学院及副社医院 警方表示案发时间是在凌晨3点到5点间 根据验尸报告 受害者遭人勒弊 并且曾经遭到性侵 原本这案子是地方调查的 但案子闹太大 全国都在看 因此中央调查局直接接手调查 当局隔天逮捕 并且指控了一名主要的嫌疑人 他是一名疫警 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 协助警察跟警察家属入院 路特社说 联邦警察已经接手调查 最高法院也自行受理了此案 并且指示联邦警察要跟他们提交调查报告 另外下令再案发医院部署一支部队 为女医师提供安全保障 事发之后 西孟加拉邦有好几万名妇女 走上街头抗议讨公道 示威的主筹就叫做夺回夜晚 这名称是源自1977年 英国里兹的妇女解放运动 要让女性在夜间能够安心走在公共空间 不必担心性侵跟暴力事件找上门 这次除了妇女 还有众多的医护人员加入 半岛电视台报道 印度最大的医生组织 拥有40万名会员的印度医学学会 8月17日居行了24小时的罢工 在全国各地暂停了非紧急性的医疗服务 出估有100万人参与 他们呼吁总理莫迪 要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 医学会还提出了5项诉求 包括把医院定为安全管制区 严惩犯罪者等 这次大家会这么怒 最大的原因就是案发地点在医院 医院 有医师说医院不是应该就像寺庙一样安全并受人尊敬的地方吗 在印度医师只有人性命地位跟神差不多 谁会想得到医师竟然会在医院被性侵杀害呢 一名参加是为了女医师告诉印度媒体 其实医院严重缺乏安全保障 他待了200人宿舍里面只有一名警卫 甚至有病患家属想让家人早点看病 跑去医生宿舍的门口排队站纲 医院洗手间也是男女共用 很多时候他必须要憋尿一整天 另一位实习女医师也抱怨 根本没有适当的休息事工他们使用 就算有门也不能锁 而且通常整层楼只有一间洗手间 供医生病患所有人使用 另一家医院的女神僧说 她的宿舍一楼就有一台监视器 整栋就这么一千里一台 他们当然都有向上反应 但都被当作耳边风 主管医学院的校长哥石 在A女遗体被发现了两天之后 已经主动请辞下台 在调查中还发现她一次滥用公款 现在因财务问题被调查当中 这事件也凸显印度医护所承受的风险 以及紧张的医病关系 印度住院医师协会联合会的副主席 告诉德国之声 身处第一线的住院医师 要跟大量的患者打交道 很容易受到攻击 印度医学协会的调查显示 大约75%的印度医生 曾经面临某种刑事的暴力 尽管这份报告是2015年发布的 后续也没有再更新数据 但疫情爆发之后 医护人员遭受到了身心暴力案件 恐怕只升不降 所以德里公治案后 这12年来 印度当局究竟做了些什么 当时政府通过了更严格的性侵法律 包括对冠犯判处死刑 直接就死刑 大快人心吧 法案还规定 如果警察打算吃案 没记录下受袭击妇女提出的初步投诉 也会被抓取官 分析认为这些政策的变化虽然幅度有限 但的确是一种进步 可惜的是 这并没有能够吓阻相关暴力的行为 情况甚至是更糟了 根据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最新数据 2022年警方共记录了44.5万起 针对女性的犯罪事件 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丈夫或亲属施暴或是性侵 其中有将近3.2万件是性侵案 比2021年增加了将近20% 2011年每20分钟会有一名女性遭到性侵 但到2021年却缩短到每16分钟就发生一起性侵事件 方法不管用 问题可能出在 第一 加重刑罚适得其反 德国之声报道 根据印度的性侵法律 性侵惯犯以及性侵12岁以下女孩的罪犯将面临死刑 但女权活动人士说 这个法律改革实际上导致定罪率降低 官方数据显示只有27% 这主要是因为证据往往达不到司法部门的标准 再加上刑法很重 法官在定罪的时候反而犹豫不决 不敢判刑 毕竟人命关天 也有法律人家认为 坚持对性侵犯判处死刑 可能导致公众注意力分散 觉得犯人死了就好 大家泄愤很爽 但却忽略了对政府进一步就责 毕竟法律只是最后一道防线 法律本身并不能够预防犯罪 也有专家提到 第二 报案过程女性不友善 其中一个原因是 印度的女警比例太低了 根据印度时报 去年的报道 全印度的女警占所有警力不到12% 比例最低的邦可以低到3.2% 也就是100个警察里面只有3个女警 近年在中央的推动下 许多邦政府都设定了女性的招聘配额 希望三分之一是女警 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地方达到这个目标 顺便看一下台湾 截至2023年 我国女警人数大概是占了13% 专家指出 女性警察太少 很可能导致受害女性想去警局报案的时候 面对的多半是男性警察 她必须把受害过程告诉一个男人 超级不舒服 而且遭遇还可能不被当做一回事 甚至善效羞辱 不过印度南部一些邦已经成立了全女性警局 成效很不错 但有人提出 说要限制女性在夜间的工作时数跟频率 这就不对了吧 不是应该要保障女性的工作环境安全吗 怎么反过来限制说 你们尽量不要在这时候出现在这里 应该就不会出事了吧 我们的写手Hana是研究印度女性议题的 她说在印度社会 宗教、种姓、种族跟阶级之间的分界 非常的严密而且细密 这些分界是构成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 在这样一个脉络下 女性拥有生育能力的身体 就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 所以女人的身体跟性 必须被谨慎的控制与保护 以确保她不受到不应该的人的侵犯 一旦一个女人的身体受到侵犯 这不只是她个人的尊严被剥夺而已 而是整个家族 整个社群的荣誉都被侵犯 很多性暴力的事件我们得把它放到 这样的脉络里来理解 所以印度的性侵案件比较常见的 是比如我们上次报道过 高种姓、强迫、低种姓 展示自己的种姓地位 警告低种姓 你最好要知道分寸 但不管是德里公确案 或今天讨论的案件 应该是随机的性侵案 是比较少见的case 所以引起的关注有更多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不要看到印度就把性侵大国的标签 往人家身上贴 就是因为案件很罕见 很可怕才会上新闻 毕竟坏事传千里 昨天我们谈到 征集各行各业 或是各国的审稿人员 那真的也有朋友来询问了 有兴趣的朋友请email到 fanchifeia.com 并且著名 我有兴趣帮台北看世界审稿 今天特别感谢哈娜协助审稿 台北看世界的YouTube频道 开放超级感谢的功能 也就是抖内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做更棒的内容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的估计栏目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茄媛特在看世界 天文理精选择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